猜一下哪一部是十三 哪一部是十四 外面看上去是不是一模一样 外面一模一样 这个要做手机行业将近20年 我还是看不出来 兄弟们 这个的话是我们今天的 国行采购金站 最近每天掏手机 掏到我整个人都快麻木了 所以的话呢 今天我直接来说 把公司的女员工佳佳 一起带来市场 主导就是一个男女搭配 干我不累啊 现在的话 顺便在那里感受一下 在华专门淘机是用什么样的体验 这个市场它是专门做二手苹果手机的 市场专门做国行的 基本上你在那些实验看到的二手苹果手机 都是在这个市场流通出去的 那你去看一下平时我都是在拿几个蛋口拿货的 小苹果 我现在想那么忙我都需要帮你 哥有找到的习惯吗 你真的是啊 这个的话是今天采购发给你 那个采购金单 来点一下看多少台 总共的话是15台 都插好吗都没有啊 好像不止了 我刚插好 好 我带来看一下今天 罗岸蛋口帮我们准备了什么货 来看一下 这个的话就是十四波罗卖 十四波罗卖 十四波罗卖 十四波罗卖的话就是四台 十三波罗卖是一台 两台 十三波罗就写的话 我拿出来你帮我分享一下 好 主打的就是男女搭配干活不累 因为有时候一个人来市场淘机 我总感觉有点苦涨 但是带上一个女生来市场淘机呢 我觉得做什么事情都比较有支持 你有没有这样觉得 我不觉得 但是你没男的觉得 我没这种年龄要安静 一个人默默的做完了就好了 懂吗你懂不懂 还安静 我听你讲话声音 市场每人讲话声音 有你那么大声 外观小声音都把我过了没有 全音色都刚刚了 那我再过多一遍吧 你对评没有 评对评了 没事啊 等下滑了我不认了 你自己等哦 你不用用你的业余二的怀疑哥的专业 我过的话当根当狗阿姐 为什么一样反应这么大 问我有没有评对评 如果是后可对评的话 很有可能的 这个后视摄像头这里 你会把这个屏幕给卡花 到时候就变成小花鸡了 来 看他阿姐帮我们挑的 会是什么样子的 因为我们跟阿姐是有长期合作的 大概的话 我们家要什么机器的标准 他也能大概的知道啊 反正的话他来把控第一关嘛 他忘了评评有没有可奔 然后的话再拿给我 再过多一遍 我过多一遍之后拿回公司 公司再过多一遍 等于说三重把控啊 我随机抽桌上来看一下 3POLO256现在怎么价格 你给我 411 411 黑色蓝色405 你知道13POLO256 美版无所行价价多少吗 美版 3700 穿着13POLO外版的波啊 他们差价也就差了400而已 但是的话还是看个人需求 如果你有双卡需求的话 你就只能守着波 但是如果你没有双卡需求 更加追求手机 外观承受的电子效率 和性价比的话 那么就入手美版了 毕竟美版赔了400块钱 你说人家用两张卡 那不管你拿两个手机啊 你个个给你那么有钱啊 动不动就两张卡 那我有钱还用这个 你这部的话 我大概看一下不足意外的话 应该是iPhone13吧 是13啊 没错吧 13的话跟14的外观是一样 都是斜摄像头的 外观基本上判断不足 它是13或者14 但是我为什么说13呢 这个相对你也看得不清楚 14的也是这样子啊 不一样的 这里有个板鞭 这块也不明显 你都不知道这里有个板鞭 我倒没注意过 你看 一个花红不一样啊 你拿一部14给我看一下 14的吗 是个小白鞭 说句不好听点 这样子看上去有区别吧 老兄你们看一下 那这个相纯哪会高一点啊 12256蓝色 你怎么也来这杯拿机器啊 刚好人家会抬 你不懂的啊 不是 猪哥我问一下你 你猜一下哪一部是13 哪一部是14 你猜一下 这个要做手机 行为当今20年 维修的 对啊 真的哦 它没人秀哦 你看 它是看这个点 它在这个部分 白色点是这样子 是13 这个是14 我看上去是不是一模一样 对啊 那我都说了嘛 外面相头不高一点吗 没什么 真的没区别13跟14的外观 我为什么说你用13 因为你主打一个性价比 你肯定不可能一起是的 我看不起啊 我没有看不起 怎么可能看不起你 傻猪啊你 OK 整理一下 超好吗 贴好标了没啊 现在就你办事我办事 而且要做你能麻烦别人的 绝对不麻烦自己 这样不过年 当时我真的 谁方的女生跟男方的女生 她讲话是有一定级别 刚刚经理说15 15我吗 对了 你多大去了你啊 我今天多大 我凌三的 凌三的 凌三的 二十 到哪里呢 二十一岁 东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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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我感觉东北的女生 对于男方的女生吧 她等于说 普遍是个子比较高 她的讲话 整理比较满 这就是男方的女生 这个就是北方的女生 喜欢男方的女生扣 也喜欢北方的女生扣 到时候放到评论局抽了她 你哪里排卖啊 啊 不是排卖是抽奖 把福利给兄弟们 那肯定不行啊 那肯定钱刚好不行 我都行就行 喜欢小苹果的 空三 开心也是一天 不开心也一天 那喜欢你扣四啊 喜欢你扣四 喜欢我扣六 扣五 扣五干嘛 走 哈哈哈 不跟你讲了 不白 你说不过就不行啊 我还要去那边拿机器 什么时候不过你啊 如果是我机能机器拿完 我在这里跟你彻夜常常都没有问题 不是扣几 你要告诉我肯定扣你的 到时候明天我看一下评论局 他们扣几 比较有到时候解读吧 明天 如果扣一的人多的话 到时候我就叫他过去我公司 八个第八准啊 来 包括后续他有时候工程订单太多了 等于说我和采购都收不过来的话 情况下 你也可以自己等于说来收一下机器 好 反正市场走机器很简单的 我告诉你大概拿几个弹口 他就不会炸我们的 看机器的时候 先开万万成都万成都没有问题 情况下我们再去聊价 好 就是他的意思 百变小烟 哎呀好久不见了 好久不见了